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本身 本身是传奇 主要是他的努力 不是这样 当然这些人 奇人很多地位也很高 有的也是从政 也有 有的家境 但是一般家境都不会太好 不会太好 因为他重点不是赚钱 因为他的这些奇人 他们的重点是研究学问 或者革命家 哲学家 思想家 他的目的不是赚钱 赚钱是一般人 一般人就是想赚钱 真正道理 一个程度以上 他觉得钱够用就好 够用就好 也就是说钱的观念 到底是目的 手段 有人有些人觉得赚钱是目的 我一辈子就赚钱 越多越好 我有几百万 想赚几千万 几千万 赚几亿 几十亿 几百亿 我的目的就是赚钱 在很多人的观念 他这个手段 你够用就好 不然有人赚了十辈子 二十辈子 三十辈子都花不完 干嘛呢 这你一辈子花不完就可以了 你剩下的还是要留一个子孙 就中国一个讲法 富不过三代 我们看看梁启超是怎么样的奇特 神奇 杰出的人 我们先不讲他的背景 他这边说他1973 1873 1873到1929 年纪到我们没有活很久 56岁 可能就是又老过度 有的人他不重视自己健康 因为他的心思都在研究一些东西上面 钱他无所谓 这个身体也没有特别保养 那不是他的生命的重点 1873到1929 清末明初 我们先不讲他这个丰功伟业 他的研究什么的 先不讲 我们先讲 这个妈太特殊了 这一般人就是自己了不起 很奇特 就很好了 就了不起 这个人呢 梁启超除了这个以外 他的子孙 我们这边孙子 孙子被那些不讲 我们就光讲儿子 他后来子孙很多人才 我们光讲儿子女儿 哪有人儿子女儿这么杰出的 他儿子女儿生了不少 但有些以前期末明初 这个环境不好 很多妖子 这些没有妖子的话 那长大搞不好又是很有成就 我们就说他这个小孩子 孙子 真孙不管了 太多讲不管了 就是光是他儿子女儿啊 你看看哪有那么夸张 那儿子女儿哪有那么多杰出的 这不是一般的 不是一般杰出 都是很杰出的 你看蓝启超生了这几个宝贝儿子女儿 宝贝儿子女儿不是挖苦 是真的宝贝 长女 梁思顺 长女 诗子 这当中国啦 中国诗词的研究专家 是中央文史研究管员 也不错啦 诗词研究专家 赤子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说 没有说长女 长子 也只有一个 长 因为 大儿子 大女儿 女儿比较大 所以长女 那这个 我们有人叫长子 那这传统上叫赤子 就是 长女 那长子 讲赤子 因为这个长子 比长女小一点 所以叫赤子 这也不一定啦 但是突然想起来 好像他有一个长子 长子 这边有五子五女 所以更正一下 就他有长子 长子好像妖子 妖子 所以这边还是 长女 但是又长子 长子妖子 赤子 第二个儿子 大哥 妖子了 小时候 以前 以前古代 小孩子 能够活过三岁 就很高兴 要找妖的话 妖子的话 有时候就是一两岁 刚出生就死掉 有时候这个 有时候营养不良 古代很多人 小病就死掉了 因为这个不像现代 不像现代 很多病 治一治就好 古代小病 变大病 大病就死掉了 这就是小孩子 抵抗力弱 就是 能够活三岁 基本上有可能养大 赤子 著名的建筑学家 建筑学家 中央研究院首届 第一届 第一届的院士 那不得了啦 低位很高层当中央研究院 中央研究院是 不管是民国的 或者台湾的 或者是共产党的 或者后来叫中国 中央研究最高学术机构 最高的研究最高单位 第一届院士 那不得了 地位很高 学术界最高就这个啦 也是 那这是当时 这个共产党 拿下中国大陆以后 送过社科院院士 她太太是超级大美女啊 因为很漂亮啊 也是建筑 也是建筑师啊 也是民国时代 很有名 非常漂亮 这边照片没放假 看过真的是 比一般的现在这个电影明星啊 电视明星啊 漂亮的 一点都不逊色 很漂亮 气质又好 现在电影明星 很多美女啊 气质啊 没有她好 所以这个 夫妻啊 都是当老公啊 梁思成地位更高一点啊 太太是大美女 明出的大美女啊 也是建筑家 很有个性啊 林慧一很有个性啊 又漂亮 又很有个性啊 三子 梁思勇 著名的 考古学家啊 你看 大姐 诗词研究的专家啊 二哥 著名建筑学家 二嫂 超级大美女啊 三哥 也别人 考古学家 研究的不一样 也是这样研究院 首届院士 你看光是三个就不得了啊 四子啊 老四 男的啊 曾经留学美国西点军 好学校啊 维基尼啊 也是好学校啊 运气不好 1932年 那日抗战 128生父抗战人死亡了 他那时候上校啊 不然的话 升个将军没问题 越年轻嘛 运气不好 他不是战死啊 就是那时候 什么细菌感染了 结果误医 结果误医就不小心了 医生没医好 就感染死掉了 那衰啊 倒霉啊 你说抗战死被打死就认了 不是 就生了点什么病 有细菌感染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医疗资源 比较落后 也比较缺乏 就细菌感染 这医生看错病了 死掉了 倒霉 但是能够留学 美国西东军校 维基尼亚军学也不错啦 如果晚一点 至少是将军啊 中将啊 上将啊 三女梁思庄 著名啊 这边漏了一个字 不打了啊 不打了 著名的啊 图书馆学家啊 曾经在北京大学那也不错啊 最好的大学啊 图书馆副馆那也不错啦 很好啦 五子梁思大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啊 研究啊 研究经济的 然后五子梁思宜啊 从事社会活动啊 是第六届啊 当然这已经是中共啊 全国政协委员啊 八子梁思李著名的火箭 控制系统专家 哇 这个科学家 也当选中国社科院啊 越是你看 那几个小孩子都很杰出啊 研究中国师资啊 建筑学家啊 考古学家啊 这个军人啊 念过美国第一流的 一流中的一流的 军事学校啊 研究图书馆啊 图书啊 社会活动啊 这个科学家 研究火箭啊 你看看这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八个 八个 他好像 他小孩子不少啊 好像死了一个 有些就夭折了 就几乎长大了 几乎都是 都是很有成就 这个人了不起啊 所以梁思大本身就是一个大咖啦 就是学术界大咖 这个小孩子 你看看自己全部都学有所成啊 那 并不是说 梁启超花在他们时间上很多 因为 梁启超也当官啊 这个也跟政府互动很多 也研究一大堆 自己没有什么时间啊 就是有时候见闲施器啊 就是 我们就说父母啊 研教 生教 这小孩子一看 哎呦我 这我爸爸是没有学问啊 这个是大家都说啊 你爸爸好棒 这小孩子慢慢的 而且爸爸喜欢看书嘛 研究嘛 这个家教什么 啊 再说妈妈啊 妈妈 妈妈这边就不介绍啊 妈妈也说 你要跟你爸爸学 所以见闲施器 所以有时候这个单亲家庭 小孩子 没有什么啊 没办法 没有很难大气 因为这个环境就不好了 单亲啊 这个生活都很困难了 或者父母啊 这个父亲是混黑道了 或者很没水准 很没水准 这小孩子啊 也不容易 我们叫生教 严教 家教 这些东西 所以这有时候我们看小孩子啊 这个家教好不好 这个父母很会教 这个家教好的 基本上就不会差 有的是小孩子 这个宠得很厉害啊 很没礼貌啊 就表示家教不好 所以这个家教很重要 所以中国人讲家教 所以讲门第 讲门第 关键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啊 因为门第就是说 第一个他大家 大家族 大家族就是讲究啊 讲究礼貌 讲究人跟人的相处啊 所以就是门当户对 也是有他一定的道理 你如果小家子 我们叫小家子气嘛 如果你家里是很小 可能没什么家教 这个不懂 那个不懂 礼貌也不懂啊 所以这个也是有他一定的道理 当然过得头不好 这两起超是期末名出的 你看这个人是不得了啊 你说我们一般是经济学家 考古学家 数学家 医生 政治家 大概就是一个 已经不错了 他期末名 政治家 思想家 革命家 教育家 史学家 文学家 心法 就是学习那个西方的 西方三权分立啊 还有法律啊 法律啊 民法 新法这些东西 新法学家 词池 词汇 这蛮特殊了 词汇发明了 书法家 书法写得好 中国书法就是那个 历书 转书 行书 当然有些人念成杭书了 有些人念成杭书了 太行山 凯书 这些书法家 也是国际著名的 这个百科士 百科全书是什么都懂 什么都懂 百科全书是 什么都懂 这个厉害了 所以这研究的很广啊 而且不是每一个蜻蜓点水 不是啊 他每一个都研究到相当的程度啊 所以这种人怎么办呢 脑筋 第一个脑筋一定要好嘛 第二个他肯花时间嘛 第三个他有慧根啊 人家研究了半天 研究不出来 只是说看了很多书 他不是啊 他看了很多书以后 他可以消化 吸收啊 创造啊 所以这个人就是 有些人就是不一样 有些人他就是有这个天分 当然要加努力 有天分 有奴隶 有这个环境 有这个执着 执着心很重要 要坚持 他老师叫康有为 啊这个也是 清末民族大陆 但是康有为呢 大学问家 大学问家 不得了 清末乌虚变法的关键人物啊 这这边两个都是啦 他老师 康有为跟他这个 梁启超 都是啊 乌虚变法 乌虚变法 当然有乌虚六君子啊 他们不是乌虚六君子 但他们也影响到 乌虚六君子 但康有为这个人 就是有点 人格不是很高啊 不是很高 脾气也不好 学问很好 那为什么他有这个 假照啊 有点假照的这个 记录啊 再不管了 这个不讲他老师了 就人格有一点瑕疵 那梁启超也是民国八年五四运动的影响人之一啊 五四运动 就新文化了 这德先生 赛先生 德先生就是democracy 民主 赛先生那个science 就是科学 就强调啊 民主跟科学 所以刚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所以这个 中国算是战胜方 算中国没有参战 可是也是战胜国之一 结果呢 签订巴黎合约不平等 他居然把这个 因为德国战胜国 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让给日本 哇 这消息一传来之后 全国啊 不高兴 谁充第一个 通常都是学生 所以这个 这个北京大学啊 几个好的大学 学生就受不了了 就充了 去打 打那个 打那个几个 签约的几个外交部长 几个人 就五四运动 这当初印象很大 比那个后来什么六四天安门啊 那个学生运动大太多了 这个我们不去 不去细讲了 不然这个讲三天三夜 也讲不完 他的主要著作啊 梁启超主要著作 引兵式合集 一千多万字 哇 写一本书 这张叫合集嘛 也不是一本书 他很多本书啊 一千多万字啊 等于他的思想的一个精化 一千多万字 就等于是雍正 雍正 批了一辈子批奏折啊 用那个批啊 这个批了一千多万字 所以他光是写 他梁启超不是只写引兵式合集啊 这是他的代表作啊 他另外也写了很多东西啊 所以嘛 可能两千多万字啊 光是在这个合集 一千多万字 等于雍正批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嘛 有时候受不了 因为他是迎头小凯啊 因为这个 这官员啊 这个皇帝啊 他看那个大官啊 大官这个写的咒词 都是小字啊 那他批也是要小字啊 这有时候看电视剧啊 拿一个像中凯大凯的嘛 那么大的笔在写 那写的更深的 那一定是小凯嘛 怎么会写 怎么会拿那么大的笔呢 怎么写呢 他写很多字啊 当然有时候写几个字 其实都用小凯啊 那笔一定要很细啊 就是看电视剧还是很大的笔 而且而且演到什么 皇帝在批那个 拿这个 拿这个毛笔的手也不对啊 所以你找一些专家学者嘛 顾问嘛 就是稍微 稍微指点一下 哎导演啊 这样不行啊 那是皇帝批揍则是小凯啊 你怎么拿那么大的笔 不像啊 讲一下嘛 改一下 用小笔 小的笔 然后那个握笔 稍微握一下 因为演员不会嘛 演员他就不会写毛笔字啊 但是你稍微花个几分 你会问叫他要怎么拿 因为摄影机也不会去拍他写字嘛 但是你至少做个 做回事嘛 像一点 所以这个太粗糙了 就像是以前看过这个 电视剧啊 说什么这个 商朝 我青铜戏喝酒了嘛 什么什么青铜戏 同修 你去看顾问部队真的同修 可是问题是 你在演当初啊 商朝啊 周朝啊 那个时候一定是亮亮的嘛 一定有新的嘛 那是几千年以后 到顾问部队当然变同修了 你怎么拿个铜绿啊 那铜绿怎么合啊 那你说 我 我 剧组的人说 哦 我们看到过我们有铜绿啊 那不白痴啊 那一定是亮亮的嘛 几千年才会变那样子嘛 那你说 有人说 隐兵师这个很土啊 在我们 我们这隐兵啊 喝冰水啊 吃爆冰啊 太土了吧 不是 隐兵啊 一词源于庄子的人间史啊 金无钊 寿命而系引兵啊 我其内热语 意思要比喻自己内心的忧虑啊 所以他不是吃兵啊 不是吃兵啊 但这个原来意思也是吃兵啊 比喻自己内心的忧虑啊 他是公认啊 被公认啊 被公认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意啊 民族主义就是强调中国人啊 因为清朝中叶以后开始 民族没有自信心吗 八国联军啊 英法联军啊 打了什么 子民主义啊 都快被瓜分掉 所以这个清朝中叶以前啊 是看不起外国人啊 就马上一变中叶以后啊 经过几世 英法联军啊 八国联军 突然之间一变 完全没自信心 一直到现在 中国人都没有自信心啊 现在讲是讲说 啊我们中国抢啊 随远必出啊 什么东西 讲是这样讲 没错 可是你真的一当外国 一碰到外国 又不行啊 又不行啊 然后外国随便弄几个视频 哦 几毛十毛 如果赶快去看 心理上还是自卑 还是 还是这个很自卑 所以只有中国人 移民 有钱的 我好光荣啊 我移民到美国了 我小孩子收到美国去了 为什么 没有自信心嘛 那你大学 中国大学美好的 奇怪 可能北京啊 清华研究所 那你为什么不念清华研究所啊 北大 哪个博士 不是 跑到美国去 或者移民 我赚钱啊 或者做官啊 我有钱啊 我移民 这什么意思啊 那怎么很少 很少美国 美国人 欧洲人 英国人 我移民到中国大陆哦 好光荣哦 我的小孩子到中国大陆 念说好光荣 没有很少 那你说 中国大陆有没有很多外国人 有 不是混的 基本上 有些人做生意啊 有些人做官 那没办法拍出中国 那没办法 但是你说自由的 就是说 我不是因为做官 不是因为做生意 我去喜欢中国 我就向我中国的环境啊 自由民主 或者 中国没有自由民主啊 就是说 我喜欢中国的生活环境 很少 自由的 就混的很好的 那你说混的不好去呢 不算嘛 就是混的很好啊 有没有说 美国的大老板退休以后 这次人物退休以后 或者有名的说 我退休后 我要到中国 湖光山社去养老 没有 几乎没有 有名的啦 混的不好的不算 一般的不算 这就是自信心的问题嘛 所以你说 中国好 外国好 不要 不要 不要公开的讲那些东西 讲那些是 大内宣啊 自我宣传啊 这个夜里吹哨 吹哨 自装胆子 就是用脚 我们讲用脚投票嘛 那你 你都是出国留学 在移民到欧美 那人家就不过来 这都不用讲了嘛 其他都不用讲了嘛 你再怎么讲都没用 用脚投票嘛 他也是中国近代史上 学贯中期的大司机人物 你说他的学生有没有啊 是不是有这几个 当然不是啊 多了 多了去啊 这边是比较有名的啊 有一些也不要写出来 写出来大家也没听过 蔡厄 中国啊 这个民国出现 战神 但是但是运气不好 三级就死掉了 不然的话 后来不得了啦 不得了 后来不得了 如果他没死的话 可能也没蒋介石啦 因为他的悲愤比蒋介石高多啦 战功什么都比多啦 但是 蒋介石当初是 国民党的小老弟 但是很多大佬有的死掉啦 战死啦 黄兴也死得早啊 孙中山也死啦 蔡厄军神也死啦 然后蒋介石很斗争 不然他隆不到蒋介石啦 徐世摩 诗人有名啊 风流替堂啦 胡适大学文家有名啊 文艺多 这个中国民初有一个著名的诗人 梁淑敏是哲学家 文学家梁氏秋英文大师 蒋百里中国的 这个 蔡厄叫战神 蒋百里是军事 军事理论家啊 你看跟蒋介石有没有关系 没什么关系 可是这个 他的 对军事的造诣啊 远超过蒋介石 可是蒋介石不太用啊 为什么 因为他曾经效忠北洋造诣 所以蒋介石的气度很小 就是你曾经效忠 不是我的 所以蒋介石为什么丢大陆 也是 不是没有道理 老是用自己人 敌人当然不用 有时候这个 有军 可是你不是我嫡系的 所以有人说蒋介石老是喜欢用浙江 浙江人 气度很小 很容易记仇 所以蒋介石会丢掉 而且后面 他的很多大将啊 文成武将 贪污腐败 所以 连美国人都不高兴 美国人说我这是 我 经济啊 军事援助你中国大陆 很多污调啊 所以不高兴 所以不要怪人家 所以蒋介石丢大陆 怪自己 怪自己不要怪人家 然后孙克 国父的儿子 国父好像只有一个儿子 孙克一他学生啊 张军丽啊 也是一个有名的人物 一个哲学家 文学家 有名的 他这些都是有名的 那你看看一些有名的怎么看他 毛泽东 毛泽东不得了吧 大人物啊 毛泽东的争议太大了 毛泽东就是 可以打天下 没法治国 治国很糟糕 所以很多人啊 会打天下 不会治国 所以很多开国的民进就厉害 又会打天下又会治国 那就厉害 毛泽东就是 会打天下 不会治国啊 搞到乱七八糟 但是毛泽东是很有才干 很有才气的人啊 很多见解都很特殊啊 可是后来就是 就是太自私了 权力欲望太大了 就是不肯下台 就是 你做不好 做不好就换别人做做看嘛 你就是当这个 当国父嘛 太上皇嘛 不行 不行 我做不好还是我 我做不好也不能换别人 所以搞了文化大革命 没办法 毛泽东曾经说 我崇拜康有为 叫老师 跟学生梁启超 毛泽东很非常骄傲的人啊 一生很少崇拜人啊 他如果说崇拜谁 那就不简单了 美国记者 因为名字一般没听过 就不写名字 美国记者称 梁启超是中国的精神之父 那也是美誉 也是赞美他 因为这都是公开讲的嘛 也不是私底下讲 你要负责嘛 所以他如果没把握 我不会随便乱讲 英国首相伊藤博文 大人物啊 跟这个李鸿章平起平坐啊 所以家务战争签约 就伊藤博文 跟李鸿章谈判 大人物啊 这个人也不得了 他说这个梁启超 中国珍贵的灵魂啊 也是美誉 那胡适也曾经说过啊 史无梁氏之笔 所有百师孙黄 岂能成功如此之素也啊 就是如果没有 梁启超这个写文章啊 鼓动啊 这个革命 鼓动这个 新的这个西学啊 西方的这个民族政治啊 军事啊 这些西方的这些 如果他没有写这些文章啊 鼓动人心啊 这个带动思潮啊 就算有百十个一百个几十个孙文啊 孙就孙文啊 孙文的名字好多 孙中山啊 松山巧啊 所以伊仙啊 一大堆名字 所以那时候的人啊 蛮喜欢乱取名字 名字很多啊 那孙中山有时候也没办法逃难 有时候化名啊 那黄兴 黄兴很可惜啊 他是孙中山左右手啊 但是后来国民党把他封杀掉了 因为为什么呢 那蒋黄兴的话 那个蒋中山派放来 所以蒋介石啊 蒋中正啊 蒋正清啊 这个都同一个人啊 这气量很小 这是国民党的 就是把黄兴抹掉 好像没有黄兴这个人啊 所以我看过以前一个 好像叫辛亥双生 找成龙去演的嘛 成龙他演黄兴 这是什么 招飞杀飞 乱七八糟 那里面演的 不像 找一个差不多去演的嘛 这个 如果没有他带动思潮 就算有很多个 孙文皇兴啊 这个革命也不会成功的那么快 这是美玉啊 这是胡适说 所以这边 这一集介绍这个 生气的人啊 梁启超 那我有十五个YouTube频道 所以我这是海量啊 就我有十五个频道 不只有一个 每一个平均啊 就是都有一百个以上的这个 视频啊 从十几分钟 一直到半个多小时啊 都有 这个视频现在已经有三千多个啊 当然有些重复啦 没有重复也有两千多个啊 所以量很大 所以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人看得完 如果每一集都看 从都看得完 那不可能啊 所以大家看我这个 如果你有兴趣看的话 你就挑你有兴趣啦 有兴趣的是分文别类啊 这十二个是代表性分文别类 一字多一啊 这些东西你就挑着有兴趣 可是里面有很多啊 你就看那个缩图 所以我的缩图就像目录啊 就是跳着看啊 跳着看 你也不用从第一集看的 你也没那个耐心啊 就是你看那个缩图啊 哪一个缩图 还有标题 你有兴趣先看 这样比较好 所以麻烦大家 帮我十五个YouTube频道 一口气 花个三分钟时间 全部按订阅 鼓励一下 这集讲到这里